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节目主要内容有 暗岭之梦成就华裔女导演的美国梦 南湾水坝扩建费用翻倍引发质疑 白宫或向乌克兰提供强大远程导弹 旨在指导额后方 特朗普开始卖鞋 399美元一双金色高帮 取名永不投降 中正间举行座谈会 与会代表建议严把IPO准入关 坚决清除不合格上市公司 香港科学家发现 血检可早期诊断阿尔兹海默症 和轻度认知障碍 欧盟启动红海护航行动 维护海上安全 并确保商船的航行自由 以色列宣布巴西总统卢拉 为不受欢迎的人 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首先一起来关注湾区新闻 本台消息 加州众议员杨池马 日前在旧金山中国城 举行农历新年午餐会 与大约60位亚裔长者 共同庆祝农年青春 同时杨池马分发了 装有柑橘的手工包装礼品袋 祝愿社区成员新年快乐 金玉满堂 吉祥如意 龙年行大运 本台记者天霞 2月19号都柏林报道 加州东湾都柏林市 华裔副市长胡兴 日前邀请社区近300名民众 同庆中国农历新年 且为改善治安参与签名 支持反对47号法案 胡兴已宣布参加竞选 都柏林市长一职 如果在11月份当选 将成为都柏林第一位 华裔女市长 本台记者田霞 旧金山报道 现居住在旧金山东湾的 华裔导演黄洁平的电影作品 《暗岭之梦》Dark Feathers 获得第24届好莱坞 独立电影节最佳女主角 最佳男配角 最佳预告片 最佳影片奖 以及观众最喜爱的影片奖 等五项提名 成为这次好莱坞 独立电影节的热门人物之一 在之前的 钱德勒国际电影节上 他就因《暗岭之梦》 拿获了今年最佳亚洲电影奖 作为第一代移民 创作一个完全英语的电影 从创作剧本 找投资制作 到完成并获奖 整个过程大约超过四年半 2月21号 本周三 电影《暗岭之梦》 将举行好莱坞首映式 本台记者张苗 2月19号 南湾综合报道 据CNC Spotlight 报道 圣塔克拉拉谷水区的 扩建地区大坝的计划 遭到审查 据介绍帕切科大坝 扩建项目的预计成本为 27.8亿元 但保里融资和其他意外事件 可能会使成本上升至 55亿元 水区希望其他机构 能够帮助承担 至少三分之一的费用 如果能够找到合作伙伴 成本可能会降至33亿元 本台消息 据福克斯2号电视台的消息 美国职业棒球队 旧金山巨人队 和奥克兰运动家队的 位置球员 于本周开始恢复春季训练 奥克兰运动家队 位于奥克兰的体育馆租约 将于本赛季结束后到期 随后他们计划搬至拉斯维加斯 体育网站运动报报道称 萨克拉门托的萨特健康公园 很有可能成为奥克兰运动家队 牵制拉斯维加斯前的临时主场地 他们计划在未来几周内 在留在奥克兰 在萨克拉门托比赛 或在盐湖城比赛中 择一做出决定 下面关注美国新闻 据全国广播公司新闻台 19号报道 两位美国官员透露 在国会共和党人继续阻止 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 军事援助资金之际 白宫可能转而寻求向基辅提供 能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的 ATACMS新型远程导弹 乌克兰外长库利巴披露 他在慕尼黑与美国国务卿 布林肯会谈的大部分时间 都在讨论乌克兰对远程武器的需求 但国防部的官员透露 目前美国的ATACMS的库存有限 如果没有资金来补充库存 美国就不太可能 把它们运送到乌克兰去 2月19号 威斯康辛民主党籍州长 托尼·艾福斯 签署了他提出的 新选区划分法案 此前该法案已在 该州共和党控制的 立法机构获得批准 美联社的报道指出 新的选区划分 可能在这个关键的摇摆州 引发巨大的政治变革 分析人士指出 这位民主党在11月大选投票时 获得优势 埋下了伏笔 过去这个周末 正在竞争 今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 特朗普玩了一把 网红带货的游戏 他在号称全球最伟大运动鞋展上 大肆兜售自家品牌的新运动鞋 这款金色闪亮的高帮鞋 背面有美国国旗的图案 取名为永不投降高帮鞋 售价为399美元 特朗普称之为真正的收藏家物品 夸他大胆金色坚韧 就像特朗普一样 他希望支持者系好携带 准备好去征服 而就在前一天 特朗普齐齐公司 应在财务问题上夸大其词 并欺骗银行等机构 被纽约判罚将近3.55亿美元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新闻快车道 我是萧芳 下面来了解中国新闻 本台消息 中国证监会近日召开系列座谈会 听取各方意见建议 与会代表建议 严把首次公开发行IPO准入关 加强上市公司全过程监管 坚决清除不合格上市公司 与会代表说 要坚持以投资者为本理念 规范各类交易行为 提升制度公平性 发展壮大专业投资力量 推动更多中长期资金入市 中正坚表示 近期中正坚严肃查处一批财务造假 内幕交易案件 建议进一步加大对各类证券违法犯罪行为 惩治力度 因为银行近息差的改善 为中国提供了一些余地 政府可以利用货币刺激措施来支撑步履盘山的经济增长 中国将于20号下调五年期贷款报价利率LPR 预计降息5至15个基点 中国大部分新增贷款和未偿还贷款 均基于一年LPR为3.45% 本台消息 中国文旅部1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春节假期出游人次和出游总花费等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 中国国内旅游的出游期4.74亿人次 同比增长34.3% 中国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 6,326.87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43.47.3% 正在西班牙访问的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 19号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会面 桑切斯当天在社交平台表示 他与王毅就国际形势 加强双边经济文化合作交换意见 他还说中国是西班牙应对气候变化 维护全球和平与稳定的重要伙伴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 日前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时提到 中国对美国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规模是空前的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9号表示 中国坚决反对并依法打击任何形式的网络攻击 美方在缺乏有效证据的情况下 妄下结论对中国无端指责抹黑 极其不负责任 纯属混淆是非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另据消息 中国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小红 18号在维也纳 同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举行会晤 中国国台办19号表示 台湾有关方面上星期粗暴对待大陆渔船 导致两名渔民遇难的恶性事件发生后 福建省和泉州市有关方面 持续与船员的家属沟通 决定由泉州市红十字会等派人 陪同家属20号前往金门 接回两名生还人员 并处理相关善后事宜 中国国台办强调台湾有关方面 应该对船员家属及有关人员 前往金门提供便利 做好安排 认真对待他们的正当关切 配合处理好善后事宜 避免进一步伤害两岸同胞感情 菲律宾渔业和水产资源局发言人日前表示 中国渔民一直在黄岩岛使用氢化物捕捞 故意破坏菲律宾渔民的传统渔场 中国外交部19号表示 非方的表态纯属无中生有 凭空捏造 中国外交部说 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 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 和渔业资源养护 坚决打击违法违规的捕捞活动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19号表示 特区政府至今已举办约20场宣讲会 讲解基本法23条立法咨询文件 咨询对象包括外国领事 本地商会 法律界 会计界 教育界 传媒界 小区人士等 他说 目前接触到的绝大部分人 均支持23条立法 政府仍会继续举办有关活动 由香港科大领导的研究团队 近日研发出一种前沿的血液测试 可早期检测阿尔兹海默症和轻度认知障碍 准确率分别超过96%和87% 阿尔兹海默症俗称老年痴呆症 全球有超过5000万患者 现在的诊断主要通过临床观察症状 但临床症状普遍在发病10到20年后才出现 届时病情已发展至中晚期 香港科大研发的血液检测 简单高效及入侵性低 可用于筛选合适的患者 以进入临床实验和药物治疗 以及用于密切监测病情发展和药物反应 将来也可通过揭示不同人群 与个体间不同的阿尔兹海默症治病分子机制 加速个体化治疗的发展 阿根廷球王梅西19号在微博发布影片 再度解释在香港没有上场的事件 梅西引述有意见认为他是因为政治原因或其他不同原因而不想参赛 他强调有关情况并不确切 说自己的大腿内收肌有严正 以尽自己所能 但为避免伤势加剧的风险 所以没有参赛 梅西强调与中国有非常紧密 特别的缘分 以往的采访比赛活动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希望能再与中国的球迷见面 下面继续来关注国际新闻 欧盟19号宣布启动红海和海湾地区护航行动 以维护欧盟的商业和安全利益 这项名为盾牌的护航行动将确保欧盟海军在有关地区的存在 致力维护海上安全并确保特别是商船的航行自由 欧盟表示 护航行动将在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要海上交通线 以及鸿海、亚丁湾、阿拉伯海、阿曼海、阿曼湾以及波斯湾的国际水域进行 行动指挥部将设在希腊城市拉里萨 本来消息 以色列外长卡兹19号召见巴西驻以色列大使 并宣布巴西总统卢拉为不受欢迎的人 以色列外交部说卡兹召见巴西大使时 对卢拉早前有关乙方在加沙进行军事活动的评论表示不满 卡兹表示 除非卢拉收回言论 否则将被视作不受以色列欢迎的人 巴西外交部随后召见以色列大使 对以色列的做法表达不满 还宣布以召回驻以色列大使回国进行咨询 到埃塞俄比亚出席非洲联盟峰会的卢拉 早前指责以色列对加沙的巴勒斯坦平民实施种族灭绝 并将行为与希特勒杀害犹太人相提并论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批评卢拉的言论可耻 认为是越过红线 野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9号说 他们用导弹攻击在亚丁湾航行的一艘英国货轮 成功击中目标 货轮遭受严重损毁 目前已无法航行 并可能下沉 胡塞武装同一天在红海城市河台达 击落一架美国五人机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说 一艘在红海南部航行的货轮遭到导弹袭击 导弹在船只附近爆炸 导致船身受损 预袭船只的船员已弃船 目前船只停泊在红海某处 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说 美军18号对胡塞武装的目标 进行了五次自卫性质的空袭 并透露胡塞武装首次使用 无人水底航行器 试图在红海航线发动攻击 乌克兰军方人士19号表示 乌克兰军队正在南部扎布罗热地区 面临俄军的猛烈炮火攻势 乌克兰高级指挥官塔尔纳夫斯基 当天在社交网站表示 俄罗斯目前正在扎布罗若村庄 罗伯纪涅附近发动多次袭击 包括试图以由多辆装甲车参与的 小型突击小组向当地推进 但他指出已制止俄军的这些进攻企图 另外塔尔纳夫斯基的发言人表示 在俄军撤出东部防御重镇 阿夫杰耶夫卡之后 俄军正在重整 并可能会将部队转移到其他战区 俄军近期重新对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展开攻势 由于乌军弹药枯竭 上星期被迫从阿夫杰耶夫卡仓促撤军 俄罗斯19号指责乌克兰军队 曾经多次对俄军使用美制化学弹药 俄罗斯武装力量辐射化学和生物防护部队司令 基里洛夫说 去年12月28号在弘利曼方向 乌军无人机曾向俄军阵地投放美制毒气手榴弹 而上个月31号 乌军对俄军阵地使用了 引起上呼吸道烧伤 恶心和呕吐的不明有毒化学之际 基里洛夫说 乌克兰政府正在西方指导和协助下 制定使用化学武器阻止俄军进攻的战术行动计划 以获得更多时间 准备扎波罗热哈尔科夫州和苏梅州的防御工作 另外基里洛夫说 乌军也曾经使用分类化合物 毒害卢干斯克代理领导人帕切切尼克 以及用毕马毒素毒害赫尔松州州长萨尔多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9号在关底 与乌克兰总理什梅加尔举行会谈 鉴于俄乌冲突 两人达成一致 将为了尽早实现公平且永久的和平而合作 两人还磋商了包括加强对俄制裁在内的 今后的应对举策 确认为了加强日乌关系将正式启动 让交换机密情报成为可能的情报保护协定的签约谈判 日本将向乌克兰提供158亿日元支援扫雷等灾后重建 双方还在农业和数字等七个领域签署了共56份合作文件 本台消息 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的遗孀尤利亚 19号发表视频讲话 指控总统普京是杀死丈夫的凶手 他说 应对这种罪行的唯一方式就是继承丈夫的工作 他会继续为争取俄罗斯的自由与繁荣而奋斗 呼吁支持者加入与普京抗争 纳瓦尔尼的发言人较早时说 调查人员仍未能确定纳瓦尔尼的死因 纳瓦尔尼的母亲和律师没有获准进入监狱附近的停尸房 工作人员也没有告知纳瓦尔尼的尸体是否在那里 德国外交部19号就纳瓦尔尼死亡事件召见俄罗斯大使 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 德国外交部还对俄罗斯有人因为悼念纳瓦尔尼献花而被捕感到震惊 俄罗斯外交部早前批评西方 在法医鉴定仍未出炉就下定论 认为他们不应该无端指责抹黑俄方 南韩全国各地多家医院的实习和住院医生 19号集体辞职 抗疫政府增加医科生名额 韩联社引述医疗界的消息说 但在首尔就有过千名医生请辞 势必影响医疗服务 韩国卫生部门下令所有医生维持服务 警方警告可能逮捕参加或主导集体行动的医生 今天新闻节目的最后时间来关注股市行情 标普500下跌24.16点 跌幅0.48% 报收5005.57点 到琼斯工业指数下跌145.13点 跌幅0.37% 报收38627.99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130.52点 跌幅0.82% 报收15775.65点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快撤道节目 由小方编辑播报 感谢收听 未经典可,不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